大家好,欢迎来到W档案,我是吴文 她是一名三胞胎的妈妈,本来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由于遇到了一个堕落的丈夫,她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在她失踪后,她的丈夫竟然还在大厅广众之下戏耍警察 最终也得到了求锤得锤的下场 虽然她的丈夫得到了惩罚 但很多网友都觉得这样的惩罚太便宜她了 此后检察官的做法又让很多人拍手称快 检察官到底做了什么?这起案件还有何引擎? 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案件 冷血的丈夫 这起案件把我们带到了密苏里州的圣吉纳维夫 1971年,亚克罗森出生于密苏里州的邦特尔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圣吉纳维夫 他的童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圣吉纳维夫是一个具有欧洲风情的小城镇 亚克还有一个姐姐叫谢丽尔罗森 这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四口之家 亚克和谢丽尔本该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 随着谢丽尔的结婚,他们分开了 16岁的时候,谢丽尔嫁给了自己的丈夫鲍勃 此后不久,他怀孕了 这进一步拉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亚克成年后,开始谈婚论嫁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重新变得亲近了 在亚克20多岁的时候,他恋爱了 男人的名字叫克莱沃勒 是个说话有点口吃的人 举止有些笨拙 亚克并不在意这些 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 亚克父母一点都不喜欢克莱 甚至有些讨厌他 他的父亲说 克莱这个人似乎有些傲慢 与我的家人根本不相容 谢丽尔也不喜欢这个新妹夫 不过婚姻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 亚克自己喜欢,别人也不好过多干涉 结婚后为了养家糊口 克莱在开普吉尔多县警长办公室当副手 但这个工作没有持续多久 他只干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被辞退了 据他的一位上司说 克莱的行为举止不值得信赖 经常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 他还有一些自大 总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强 在被解雇之后 克莱又换了好几份工作 但都没有干多长时间 幸运的是 亚克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 找到了一份管理职位 从这一刻起 他自己就有能力养家糊口了 亚克一直以来都希望有自己的孩子 这样他就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了 事与愿违 亚克和克莱结婚后 一直都无法成功怀孕 后来他们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 成功怀上了三胞胎 这个喜讯让亚克兴奋不已 2005年10月14日 他生下了三胞胎 埃弗里、马多克斯和埃迪生 三胞胎的到来 让亚克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除了工作之外 还要细心地照顾三个小婴儿 虽然每天都很忙碌 但是他很享受作为母亲的一切 然而从这时起 亚克和克莱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 克莱每天既不出去工作 也不帮忙做家务 所有的一切都是亚克一个人承担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年 亚克实在无法忍受克莱的做法 他开始远离自己的丈夫 花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姐姐 以及家人在一起 其实亚克并不只是因为克莱懒惰 才开始远离他 他还发现了克莱多次出轨的证据 当他和克莱对峙的时候 他每次都会否认 有时候克莱还会殴打他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亚克想到了离婚 但他不能突然向克莱提出 因为这样做不安全 亚克觉得他必须慢慢来 这样才能安全地脱离这段糟糕的婚姻 即使亚克已经预感到了危险 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0年开始 亚克下定决心要离开克莱 并且向他提出了离婚要求 正如亚克所料 克莱变得非常暴躁和不稳定 他甚至用言语威胁亚克 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亚克在自己的工作电脑上写日记 记录克莱对他和三个孩子 发出的所有威胁 2010年3月23日 星期三 亚克在日记中写道 克莱告诉我 如果他找不到我 他就杀了我们的孩子 周末他会带孩子去钓鱼 然后告诉我 孩子们被淹死了 亚克被吓坏了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姐姐 他很担心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不久之后 克莱又丢了工作 这家人被迫搬出了他们的房子 亚克带着三个孩子 搬到了姐姐谢利尔家里 而克莱住到了朋友的房子里 这也是亚克想要的结果 剩下要做的就是完成离婚程序 在分开一段时间后 亚克和克莱约定 在6月1日讨论离婚的细节 他们的儿子马多克斯 在周末一直和克莱待在一起 亚克的计划是 他在律师办公室见他的前夫 讨论完离婚的细节 然后去接儿子 2010年6月1日 这天是个星期二 亚克和克莱在律师办公室见面了 他们很快就商讨完了离婚细节 从律师办公室出来后 亚克给谢利尔打了一个电话说 离婚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我现在去接自己的儿子马多克斯 然后就会马上回家 这次通话将是两姐妹最后一次通话 此后亚克再无音讯 当天晚上亚克并没有回家 谢利尔马上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不停地给亚克的手机打电话 给他发了无数条短信 但都没有任何回应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给克莱打了电话 但是被他挂断了 谢利尔马上又给他打了几次电话 最后克莱接了电话 谢利尔在电话里告诉克莱说 如果五分钟内我接不到妹妹的电话 我就直接去报警 克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谢利尔直接了当地指责他说 你对前妻做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克莱最后装傻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谢利尔马上打电话报警 并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 尽管雅克失踪的时间才几个小时 但警方认为他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并迅速展开调查 警方首先找到了克莱 他是最后见到雅克的人 警员问克莱 你最后一次见到雅克是什么时候 他回答说 当天见过律师后 我和雅克一起吃了午饭 之后就分开了 雅克并没有过来接儿子马多克斯 因为儿子和他现在的女朋友住在 伊利诺斯州 警方并不是很相信克莱的话 无奈现在没有什么证据 对克莱的讯问只能先告一段落 同时警方开始在克莱家周围 2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搜索 希望能有所发现 不久后 雅克的汽车被发现遗弃在周际公路上 其中一个轮胎别了 警员仔细观察了抱胎的轮胎 他们注意到 这个轮胎不是在行驶过程中突然抱胎的 而是被人故意扎破的 警察又找到了克莱 这回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他告诉警方 他需要打电话给他的律师 雅克失踪还不到24个小时 克莱就请了律师 所以警员们迅速申请了搜查令 搜查了雅克的车 克莱的卡车和他住的房子 警员在雅克的车后座发现了一滩血 同时警员也搜查了克莱的卡车 在驾驶座门内侧发现了更多的血迹 这些血迹是雅克的吗 他真的已经遇害了吗 警方很快把两个样本都送到了实验室进行检测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血迹竟然都是雨雪 克莱故意把他粘在他的卡车门上 他用手机记录下了自己这么做的过程 很显然他是为了细耍警方 警方在搜查克莱的房子时 发现走廊的地毯不见了 在走廊的墙上也找到了血迹 经过分析 这些血迹属于失踪的雅克 从这一刻起 警方确信雅克已经死亡了 但由于没有尸体 仍然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此时的克莱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 一直保持沉默 警方通过调取监控视频 大体还原了雅克失踪当天的行动轨迹 希望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6月1日上午11点左右 在一家药店附近 雅克和克莱见面了 大约两个小时后 雅克被ATM机的监控摄像头拍到 那是他生前最后的影像 克莱当天的行动轨迹也被警方还原了 当天晚上 克莱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县女友出现在一家玩具店 晚些时候 洗车厂的监控视频拍到了克莱的卡车 他的后面有一个垃圾桶 还拖着一艘小船 克莱非常仔细地清洗垃圾桶和小船 确保洗掉所有污渍 警方向公众公布了这艘船的照片 希望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线索 一对年轻男女告诉警方 他们在魔鬼岛附近看到过这艘船 此后警方对该岛进行了多次搜索 但一无所获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警方密切监视着克莱 甚至在他的车上装了跟踪器 不过克莱发现了警方安装的跟踪器 并把他安装到了其他车辆上 让警方白白忙活了一场 雅克的家人制作了很多海报 张贴在大街小巷 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 帮助他们找到雅克 在没有看到雅克的遗体之前 他的家人还抱着一线希望 克莱变得越来越疯狂了 他开车经过雅克父母的房子 按着喇叭 说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骂他们是傻瓜 另外他还故意惹怒负责此案的警员 嘲笑他们的无能 在警方继续调查克莱的同时 谢里尔努力争取获得雅克三个孩子的监护权 鉴于对克莱的怀疑 法官同意授予谢里尔对三个孩子的监护权 克莱为此很生气 并在网上发布了针对谢里尔的威胁性留言 克莱说 他一定会杀死谢里尔 警方已在网上发出死亡威胁为由逮捕了他 他还因在以前的工作中透窃而面临盗窃指控 克莱因为发布死亡威胁的指控而被判入狱五年 与此同时警方仍然在努力寻找雅克案的证据 经过两年的调查 警方终于有了足够的证据指控克莱谋杀了雅克 克莱也将被控一级谋杀和篡改物证罪 虽然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指控克莱 但是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 定罪并不是百分之百 另外尽管雅克的家人希望克莱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但是他们更想找到自己女儿的遗体 因此检察官和克莱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 检方将指控变为二级谋杀 作为交换 克莱承认二级谋杀罪指控 同时他要完全坦白自己杀害雅克的过程 并且带着警方找到雅克的遗体 他最后会被判二十年监禁 这样较轻的惩罚 按照克莱的供词 警方很快就在魔鬼岛找到了雅克的遗体 在法医取证之后 警方将雅克的遗体交给了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和姐姐都非常伤心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项艰难的工作 就是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 告诉雅克的三个孩子 在雅克父母结婚五十周年的同一天 人们为雅克举行了葬礼 他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出席了 在一个拥挤的教堂里 他们向三个孩子的母亲告别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克莱必须在镜头前 坦白他谋杀妻子的每一个细节 以便获得较轻的惩罚 克莱说 在雅克去世的前一年 当他第一次提出离婚时 谋杀计划就开始了 在离婚达成的前一天 克莱在魔鬼岛挖了坑 2010年6月1日 两个人从律师办公室出来后 雅克向克莱提出要求 希望和他发生最后一次关系 克莱说 这时他又不想杀死雅克了 他觉得雅克对他还有感情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法 警方并不相信克莱的话 克莱接着说 他们一起回到了他的住处 并发生了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小心撞到了雅克的鼻子 他的鼻子流血了 走廊里的血迹就是这样造成的 雅克很生气 威胁要对他提出家庭暴力指控 克莱说 他被激怒了 并失去控制 打了雅克一下 最后失手勒死了他 然后把他的尸体放进垃圾桶 用小船运到了魔鬼岛 埋在了他前一天挖的坑里 警方认为克莱引诱雅克回到他家接他的儿子 谋杀是有预谋的 雅克的尸检结果显示 他的面部和颅骨多处骨折 说明他生前遭到了暴力殴打 克莱的坦白让很多人难以歇受 在招供的过程中 他还在撒谎 甚至指责和侮辱受害者 由于达成的认罪协议 克莱最多只会服刑20年 但检察官还有一个手段 可以让克莱在监狱中待更长的时间 克莱并没有意识到 当他承认自己罪行的时候 他间接承认了另一项罪行 他违反了一项很少实施的 针对跨州际家庭暴力行为的联邦法律 克莱无意中透露 在谋杀发生的前一天晚上 他在伊利诺斯州为前妻挖了坟墓 然后回到密苏里州杀了他 因此他在密苏里州除了谋杀罪名外 还犯有联邦罪行 他对这些指控表示认罪 并被判处额外35年的联邦监狱服刑 这将在他在密苏里州的20年行期结束后开始 在法庭上 克莱不情愿地听雅克的家人做受害者陈述 最引人注目的陈述来自他自己的儿子 马多克斯 亲爱的爸爸 我是马多克斯 你的儿子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 你杀了我们的妈妈 你背叛了你的孩子 你这个大胖子 你是个大胖子 你知道吗 我希望你永远都不是我爸爸 你这个大胖子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我们不喜欢你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听到我的消息 好的 再见 克莱对自己儿子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他儿子的讲话对他完全没有影响 故事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 然而克莱又做出了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 他在监狱里写了一本书 详细描述了他杀害妻子的过程 他把自己的书命名为 如果你带走我的孩子 我就杀了你 他打算从自己的犯罪中获利 法官禁止了这样的行为 不允许他的书被出版 他的这本手稿也可能作为新的证据 让他获得更多的指控 克莱的所作所为 让雅克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但他从来没有为此感到过内疚和忏悔 当他的儿子和他断绝关系时 他仍然是无动于衷 如此冷血的人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雅克的三个孩子一直被谢利尔照顾着 他们过着相对正常的生活 周围充满了爱 你觉得对克莱的惩罚是否合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同时希望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 雅克在地下安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视频见